大家好 虽然现在已经是2018年 但今天要跟大家来一起回顾一下 我在整个2017年所参与的赛车活动当中 印象作为深刻的一次 那就是在11月的第一个周末 在上海F1国际赛车场进行的 WEC世界能力锦标赛倒数第二章的赛事 在这场比赛当中 我与最高组别的LMP1赛车当中的保鞋车队一起 庆祝和目睹了他们 在这项赛事当中的最后一个冠军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从今年开始 大名鼎鼎的保鞋街919赛车 将彻底推出LMP1组别 留下丰田独自在风中咆哮 当然还有同场进行的 PCCA亚洲保鞋街卡雷拉杯 在2017赛季的最后一战 但是在这个周末的赛车之旅呢 还得从试乘这台 百公里加速3.7秒的 保鞋街911GTS跑车 开始说起 这台保鞋街911GTS 使用的是3.0T发动机 而Jach他的车手呢 则是具备瑞士和西班牙双重国际的 保鞋街中国首席培训师 达里奥加西亚先生 保鞋街的车型向来特点都是 非常快却非常温顺 并不会给你感觉像法拉利 或者麦凯伦一般的狂躁 而8911GTS放在这条 尺码巨大的上海F1 国际赛车场来说 整体试试的感觉 并不会特别的惊悚 只是 当我观察到加西亚再知道 很轻松就把它开到 257公里每小时的时候呢 对这台车的性能表现 我还是肃然起敬的 现在呢 WEC的排位赛已经在进行了 刚才呢 我们去参观了保时街 在LMP1组别 也就是WEC里头 最快的一个组别的 这个车队的批房 但是很遗憾啊 整个参观的全程 都不让我们做任何的拍摄 和录制的工作 所以只能在这里跟大家口述 首先啊 在里头我们见到了布兰登哈特利 这个家伙呢 它其实这两场 已经在跑F1的比赛了 它是代表红油二的来跑F1比赛 但它本身的另外一个身份 是保时捷 在WEC当中的一个 正选车手 而且在上面 其实我们能看到 哈特利的名字 在这个位置 另外一点呢 是 这两个大的房间 其实里面是保时捷 LMP1车队的工程师 他们负责监控赛车 在比赛当中 所有的数据 而这个批房里头呢 我们刚才参观 有两个细节想跟大家说 第一是它轮胎啊 因为LMP1组别的轮胎呢 都是米其林来提供 但是米其林会专门为 保时捷和风田 这两个厂商去研发 他们所对应的轮胎 不像F1那种 是比如说 被哪里提供一套 指定配方的轮胎 然后由各个车队去适应 在WEC里头是可以轮胎厂家 去适应不同的赛车 这点特别有趣 另外一点呢 是当中我们也看到了 919赛车 整个发动机罩 打开最后的场面 其实保时捷也跟我们说呢 他们参加WEC比赛的原因 就是为了 在当中去检验很多 将来用在民用车当中的技术 比如说他们那台919的赛车 只是一台2.0T的发动机 所以声浪听起来非常的一般 但是加上混合动力系统之后呢 能够输出大概1000匹的马力 非常的恐怖 最后就是声浪的事了 现场我刚才听了一下 GTE组别的赛车声浪 明显比LMP1组别的声浪大得多 所以很有趣的现象是 如今大排量自然吸气的 声浪的赛车虽然不是最快 但它的声浪的感受 仍然是最好的 至少比F1的声浪大多了 说到声浪的问题上 从我在场面的两天观察来看 最动听的是GTE组别 和P2组别的自然吸气赛车 而当中要我说声浪最为狂躁的 则是保时捷自家的911 RSR赛车 在主看台上 几乎要达到你必须带上偶塞 才能忍受这台赛车 巨大声浪的程度 至于在赛道上的极限车速 马力最大 等级最高的P1组别赛车急速 只能达到291公里每小时 反而是等级略低的P2组别赛车 能达到305公里每小时 可能是因为P1组别赛车的马力提升 更多的被夸张的空气动力学套件 所带来的下压力给抵消掉的关系吧 而且混合动力系统 基于P1组别赛车的优势 也并非是急速 而是出版之后 近乎变态的瞬间加速能力 在正赛当中 P1组别保时捷的两台919赛车 尽管发车的顺序 并不像丰田赛车那么靠前 但凭借更加稳定的发挥 和合理的战术安排 原本在基本榜上大幅领先的保时捷2号赛车 还是依靠本场比赛当中的亚军 提前夺得了2017年度的总冠军头衔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如今F1小红绿车队的车手 布兰登哈特利 也是这台2号保时捷赛车的主力车手 而哈特利已经被小红绿车队 正式宣布将参加完整的 2018赛季F1锦标赛的争夺 所以在今年保时捷彻底退出P1组别之后 哈特利应该是所有保时捷车手当中 最幸运的一位了 而保时捷在2018年退出P1组别之后的去处 其实也已经确定 那就是从明年开始会参与到电动方程式 科迷勒E当中 在上海战当中获得全场冠军的 则是丰田的8号赛车 这台赛车全场都表现出了 更出色的绝对速度 而且三位车手更是全套的前F1车手阵容 比如说布耶米 安东尼戴维森 还有中岛衣柜 至于PCCA 亚洲保时捷卡雷拉杯的收官站 最终年度总冠军由范德瑞多德 对于这种单一品牌赛事 也就是 所有的赛车都是由同一个厂家提供的相同 或者是相似型号的赛车比赛来说 车手本身的实力 以及技师 根据车手驾驶风格对赛车进行调整的能力 往往是获胜的关键存在 而范德瑞在排位赛当中 就已经做出2分08秒025的单圈最快记录 在第一回合正赛当中又顺利获胜 这个总冠军可以说拿得稳稳当当 至于今年的PCCA赛事 将使用中期改款后的991.2GT3卡普赛车 据称 单圈速度会比现一款赛车平均提升1.5秒 并且赛事计划上也会增加在澳大利亚 悉尼的一战赛事 而关于2018年的赛事 只要在我们时间和精力能够允许的情况之下 我依然会尽力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报道 因为对于PCCA来说 还有太多的故事值得跟大家分享 好了 本期的视频到这儿先结束了 如果大家觉得我们内容有帮助的话 别忘了给我们点赞 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和微博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